本来呢 前两天就想给大伙讲讲 保定黄昌兵案啊 特别出名的一起大案子 但是啊 因为这两天嗓子哑了 我说不行 等等再说吧 这眼瞅着也不见好 那不管了 咱们呢 就边讲着啊 边等着 是吧 这个案子呢 咱们得从2003年说起 2003年 10月31号下午4点半左右 在湖北武汉桥口区 六角停接派出所 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 打电话的呀 是一个年轻人 那么这个小伙子 打电话干什么呢 他说呀 他的女朋友被人给绑了 他呢 跟民警详细的说了 事发行过 今天中午啊 我女朋友接到一电话 她闺蜜刘丽 被人给绑架了 让我女朋友 拿6600块钱 去泰河广场 一手交钱 一手熟人 我跟我女朋友 立刻取了钱 就赶到了泰河广场 到了广场呢 电话又打过来 说让我女朋友 说让我女朋友 去顺道街 一栋三号楼里面交钱 要不去 就把人质给杀了 还不让我去 我女朋友 自己就去了 我这左等右等的 这都两个小时了 还看不见人 我给他打电话吧 也关机了 这不我就给你们 打电话报案了吗 警方得知情况之后 三名民警啊 立刻就赶到了 案发现场 顺道街附近 也见着了这小伙子 这小伙子就跟民警说 那什么 我女朋友的闺蜜 就刘丽啊 她是干三陪的 这刘丽呢 原来是一位小姐 但是干了几年小姐之后 也有了积蓄了啊 就出来自己单干了 自己当了老板之后 那是各路主顾 可都见识到了 其中有这么一个人呢 去过几回 这个男的呢 跟这刘丽 很快就混熟了 有一回呢 这男的就跟刘丽说 看你整天一个人 忙里忙外的 也挺不容易的 怎么没人帮你呢 刘丽原来是干小姐的呀 现在当了老板娘了 身上的那股子 媚劲啊 那更是了不得 一听这话 就着话茬就说了 嗨 我这小店 一个人挺好的 你要是心疼我呀 你就常来照顾我生意 说着 还朝着这男的 抛了一个媚眼呢 刘丽怎么也想不到啊 眼前的这个男人 对于他来说 这可是死神呢 这男的走的时候啊 还拿出来几百块钱 塞进了刘丽的衣领里边 你看不是交到手上 而是塞到衣领里边 这本身就是极其不尊重的一种行为啊 又过了两天 这刘丽啊 又接到这个男人的电话 这男的打电话呢 约他出去吃饭 一听 哦 感情是这个老板打来的电话 刘丽高兴极了 去吧 这回这男的呀 找的是一家高档的餐厅 俩人坐下来 美美的吃了一顿 聊的热火朝天 吃完了饭 还去逛了商场呢 这男的还给刘丽买了好几件礼物 然后就约刘丽 走啊 跟我去我家里坐坐呀 刘丽这可是风月场所的老手啊 一听这个坐坐 立马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 不就是气着咔嚓 发生那点事情吗 对吧 不过也无所谓 我是职业的呀 我什么样的男人没见过呀 于是跟着这男的就去了 到那以后 哪是预想中的场景啊 这个男的呀 把刘丽这一顿虐待呀 虐待的是体无完肤 前胸后背都拿烟头 给烫伤了 不仅如此 这男的手里边还有手枪呢 把手枪掏出来冲他这么一指 让刘丽打电话 给他的小姐妹送六千六百块钱的赎金来 还说了 这钱要是送不过来 我就打死你 刘丽这时候啊 已经被这男的弄得生不如死了 他知道这人说这话 那不是开玩笑的 不是吓唬他玩的 他真能干出来 于是他就给自己的好姐妹小方打了电话 一开始接到电话 小方一听 被绑架了 要六千六百块钱赎金 还以为刘丽开玩笑呢 他哪遇上过这个呀 绑架勒索的事 都是看电影电视剧里边才看见的 怎么可能出现在自己身边呢 可是电话那头 听刘丽说话的声音吧 很沙哑 跟我现在这嗓音差不多了 还透露着十足的恐惧 小方 小方 快 来救救我 救救我 小方一听 哎呦 可能是真出事了 这才打电话给自己的男朋友 俩人取了钱 根据刘丽提供的这个地点 打车过去了 走到半路 接到刘丽的电话 说绑匪说了 只让小方一个人过来 如果有其他人跟着 就把这刘丽给杀了 小方也害怕呀 但是 他又真担心刘丽受到伤害 就没让男朋友跟着 自己一个人呢 拿着钱就去了 男朋友呢 不放心自己的女朋友啊 悄悄的跟在小方后边 可是到了地方 可就跟丢了 等了这么将近两个小时 还没见着小方和刘丽的身影呢 他知道 肯定是出事了 这才报的警 说实话 警方刚接到电话的时候啊 也以为是恶作剧呢 勒索绑架的案件 接触过 但没听说过哪个绑匪 费这么大力气 把人都绑架了 就要六千多个钱呢 哈哈 动不动都是一要 十万五十万 一百万三百万 这六千多个钱 值当的吗 更像是经济纠纷 是不是这流利欠人家钱了呀 但是 再听小方男朋友 前言后语这么一说 又不像是普通案件 根据这小方男友提供的线索 三名民警 一位叫罗浮东 一位叫王斌 一位叫杨光 这三位民警啊 就赶到了报案地址 这就见到了小方的男朋友 民警呢 跟小方的男朋友 一块走进小区查找 这时候啊 小区里边楼底下呀 正有几个大妈在那聊天呢 得了吧 问问这几位大妈吧 有个大妈说呀 哎呦 呃 我之前呢 确实看见一年轻姑娘 手里边拎着一个包裹 呃 着急忙慌的 进了三号楼了 但去哪家 呃 我们可不知道 这个小区呢 是个老小区 三号楼啊 是有六层 一层的是四户 一共是二十四户人家 现在的情况是无法确定 具体发生在哪一家 就只能挨个的排查呀 杨警官呢 就守在一楼的出口 罗警官和王警官呢 就上楼挨家挨户的找人 从一楼一直到六楼 咚咚咚 敲门 凡是家里有人的都开了门了 也有家里边没动静的啊 也不知道是没人哪 还是故意不开呀 一直上到了六楼 就还剩下最后这四家了 民警呢 也没放弃 接着敲门呗 601 602 家里边都有人 把门打开 一看 是警察 警官呢 也小声的跟他们说了什么情况 人家把门就又关上了 这都不是民警们要找的 当开始敲603的门的时候 哎 604的门突然开了 里边呢 一个大高个啊 一男的 看见是警察 啪的一下 把门又关上了 这个举动就引起了罗警官 还有王警官的警觉 迅速的就靠近604 正准备敲门呢 这门啪的一下又开了 随着这门也打开一颗子弹 就飞出来了 各位 子弹呢 得多快啊 可就打在了王警官的身上 紧接着 这个男的又开了一枪 王警官连中两枪 倒在了地上 说时迟 那时快啊 这歹徒 又把枪口对准了罗警官 罗警官呢 已经没时间拔枪还击了 就在这个时候 蹭愣这么一跳 从楼梯口 直接就跳下去了 这歹徒 打出的子弹 擦着罗警官的脑袋 就飞了过去 由于落地不稳 这罗警官的脚脖子 给扭伤了 说什么 也站不起来了 就在这时候 这歹徒拿着枪 就往下冲 这罗警官能逃过一劫吗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这罗警官说时迟 那时快从楼道 蹭愣一下 可就跳下去了 这歹徒呢 拿着枪就往下追 罗警官呢 还是没时间还击呀 并且受了伤了 你现在也打不过他呀 只能爬向一侧的楼道里边 躲起来了 这歹徒下楼这么一看 没见着人 也没找 接着往楼下冲 杨警官不是守在一楼的吗 听见枪响之后 这时候啊 就往楼上冲 要说起来 这歹徒是真狡猾 听见楼底下有人往上跑 他知道肯定是警察 这么着就躲在了三楼的楼道里 杨警官哪儿想到 歹徒已经出来出现在楼道里了呀 他走到三楼 还往上走的时候 就听见砰的一声枪响 这歹徒啊 从背后向着杨警官 可就开了枪了 杨警官中枪之后 这歹徒呢 也没练战 接着往下 可就跑出了楼道 眨眼之间 三位民警啊 都受了伤了 其中两位民警还中了枪了 这罗警官没中枪 拖着这伤的腿 握着枪往下就追 可是这歹徒早就消失的 无影无踪了 那么 这个歹徒是谁呢 咱们说的是黄昌兵案 毋庸置疑 这个人呢 就是黄昌兵 这黄昌兵是什么人呢 怎么手里边还有枪啊 这是他第一回违法犯罪吗 咱们呢 从头来说说这个杀人恶魔 要说起来这黄昌兵 跟咱们以往说过的 很多大案要案的匪徒 都有不同之处 首先呢 他是干部子弟啊 父母呢 都是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的 其次呢 他的品位在那个年代来说 还是挺高雅的 人家还喜欢看一些欧美时尚杂志呢 除此之外啊 他对生活要求很高 哪怕犯下那么多的罪 哪怕是杀了人了 都得把犯罪现场打扫的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这说白了是有点洁癖啊 这黄昌兵 还是这么多大案要案里面啊 甚至可以说是中国犯罪史上 唯一一个使用M1911 半自动手枪作案的凶手 那么照理说 家庭环境挺好 甚至可以说是含着金汤勺出生的 他怎么就一步一步沦为罪犯了呢 咱们从1973年说起 1973年 这黄昌兵啊 出生在河北宝定的一个部队大院里边 他的爸爸呢 是一个军官 他的妈妈呢 是一个军校的老师 这样的家庭 得让多少人羡慕都羡慕不来呀 黄昌兵啊 就在这幸福的环境之中 茁壮成长呗 眼瞅着几年可就过去了 该上学了 上学以后啊 甭管是同学 还是老师 甚至啊 是校长 都对他特别客气 是啊 人家爹妈厉害呀 这黄昌兵呢 从小到大 一直享受的都是别人对他的顺从啊 他一开始就以为 学校对每个孩子都这样 后来渐渐察觉到了 哦 不是 是因为我爹 我妈厉害 在跟别的同学发生矛盾的时候啊 他总是那被偏袒的 比如说 跟别的同学打架了 那等着吧 老师肯定是训那个同学 在家里面呢 这黄昌兵是独子 这爹妈对这个独生儿子要多疼 有多疼 要多爱 有多爱呀 所以后来啊 这黄昌兵感觉越来越有优越感 上了小学五年级 这小子可就不学好了 专门啊 去偷窥别的女人洗澡 过去啊 哪怕他家庭条件好 但毕竟是在那个年代 说家里边 安林玉的能在家里边洗澡的少之又少 都是去那种公共浴池 部队大院里边呢 就有那种家属浴室 人们呢 就经常发现一个小男孩 这贼眉鼠眼 贼头贼脑的 向着这女浴室里边张望 毕竟有人认识这是谁啊 嗨 这不黄昌兵吗 于是把这事就告诉了黄昌兵的父亲 黄昌兵的父亲 那是一位正直的军人啊 听到这事之后气的呀 这小子怎么这么混账呢 狠狠的揍了他一顿 可是揍完一顿还是没什么用 黄昌兵依然我行我素的 得个空啊 哎 就去看看这女生洗澡 为这事啊 不少人都跟黄昌兵他爸告状 这黄昌兵呢 也没少挨揍 小学五年级就这样 上了中学之后 那更了不得了 开始发育了 青春期之后这心里边那样的想法也 蠢蠢欲动 班里边呢 有个姑娘 有个女同学 长得特别漂亮 成绩啊 也好 这女同学呢 叫小丽 黄昌兵喜欢他呀 那时候黄昌兵脑子里边就有这么一个意识 只要这世界上我喜欢什么 什么就是我的 他就提出来 当我女朋友吧 这小丽一听 这不神经兵吗 是吧 谁有功夫跟你玩这个呀 小丽啊 也怕黄昌兵 黄昌兵 那时候在学校里面就跟一个小痞子似的 他就跟黄昌兵说 我要好好学习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这么着就拒绝了黄昌兵 黄昌兵从小到大 哪听过拒绝的话呀 给他气的呀 恶狠狠的跟小丽说 我想要的东西 从来就没失手过 这一天呢 小丽呢 人家上厕所 这黄昌兵啊 尾随着可就过去了 把小丽就堵在了女厕所里 一把就把小丽给推倒了 然后就揉搓小丽的胸部和下体 小丽一个中学女生啊 吓得魂都丢了呀 玩命的喊救命啊 得亏 有一名女教师听到之后 及时赶到黄昌兵 这才吓跑了 小丽回去之后 把这事儿 人得跟家长说呀 家长气的呀 我管这男生 他爹是谁 他妈是谁呢 我们得讨个公道啊 于是家长 告到了学校 最后校长亲自出面 进行安抚 因为黄昌兵这特殊的家庭 校长他惹不起呀 只能在那祸悉泥 最后这女孩的家长 在校长啊 包括其他好多人的劝说之下 也觉得自己的女儿出了这样的事 说出去也不好听 那得了吧 也就不了了之了 但是可不能在这上学了 守着这么个坏小子 迟早出事儿 只能给女儿办了转学 这事儿出了之后 黄昌兵回到家里边 黄昌兵的父亲 那是汉铁不成钢啊 把这黄昌兵叼了起来 拿出皮带来这一抽啊 他的父亲是怎么也想不通 我这一辈子正直刚正啊 怎么生出这么个败家子玩意儿呢 这黄昌兵的妈妈呀 也生气这心里边啊 也觉得窝火 在一边啪哒啪哒的掉眼泪 出了这事儿之后 黄昌兵这名声啊 要不得了 不过在学校里边 正因为他是这么个混蛋玩意儿啊 大家都知道这是个不好惹的主 于是更不惹他了 这黄昌兵呢 就更嚣张了 到了读高中的时候 黄昌兵的身高啊 已经长到一米八了 人高马大 各位 哪怕是成年人 有几个长到一米八了呀 是吗 这黄昌兵 长着自己 这显赫的绅士 这高达强壮的体格子 更肆无忌惮 这可成了名副其实的校园霸王 这高中三年 一眨眼就过去了呀 临近高考了 按照黄昌兵那成绩呀 你不可能考得上大学 校长呢 也着急 哎呀 你看 他考不上大学怎么办呢 帮帮他吧 就让学校最好的老师 去给黄昌兵辅导 可黄昌兵满不在乎 谁要上什么大学呀 谁他妈愿意考试啊 他还认为老师啊 是故意去看着他管着他的 对老师没大没小 极不尊敬 后来这老师也不伺候这小少爷了呀 被他就给气走了 那黄昌兵呢 果不其然 没考上大学 他考不上 这时候他的父母就着急了呀 这么一孩子 不服管教 考不上大学 以后在社会上干什么呀 啊 这要没个正当职业 那更了不得了呀 得了吧 父母不是都在部队吗 当兵去吧 就把这黄昌兵送进了部队 本来是想着到了部队里面严加管束啊 这黄昌兵能够焕然一新 那黄昌兵到了部队会有所改善吗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到了 这黄昌兵上学的时候 在学校里边那就是个小霸王 谁都管不了他 老师啊 校长啊 也都怕他 就这么一个人啊 说他考上大学 门都没有啊 那考不上大学怎么办呢 父母也担心他呀 这要没个正经工作 以后这不更混蛋了 得了吧 去当兵去吧 这么着父母把他就送进了部队 就想着到了部队啊 对他严加管束 出来焕然一新 还别说这黄昌兵啊 各方面的军事素质还真是不错 毕竟是出身于军人家庭嘛 在部队里边啊 各方面的表现也都挺好 可是这个技能是技能 身体素质是身体素质 他跟人品无关呢 当了这么几年兵 这个人呢 要多坏 还是有多坏 在部队里边啊 哎 更练得身强体壮了 这就让他后面做坏事 更有了底气 退伍之后 这黄昌兵 可就算是彻底放飞了 反正他也琢磨着 我爸军官 我妈军校老师 我这退了午 我还用担心找工作的事啊 退伍之后 一开始呢 也没什么正经事干 黄昌兵啊 可就开始去那些风月场所了 什么是歌厅啊 什么是舞厅啊 什么是卡拉又OK呀 是吧 他呢 从小这心里边 就有那么一个色摸胚子 对吧 咱们说过 小学的时候开始偷看女人洗澡 到了中学啊 就开始欺负女同学了 现在这已然是成人了 他这内心里的色魔 算是彻底释放出来了 在过去那个年代啊 歌舞厅啊 风月场所啊 里面的人是三角九流 什么样人都有 那些坐台的女人 那些风月女子 那更是打扮的又性感又妖艳 黄昌兵头一回到这儿来这么一看 这家伙就跟上了天堂似的 怎么这么多好看的姑娘啊 你看这姑娘穿的是吧 又狗狗又丢丢的 1997年三月份的一天 这黄昌兵啊 又跟平时一样 到了歌舞厅 打算找漂亮姑娘 在这之前 早就开始尝到了嫖娼的滋味吧 一下子可就不能自拔了 太好了 这才是老爷们呢 这天呢 到了歌厅 看了这么一圈 发现有一个 穿着很暴露 很性感 长得呢 也挺漂亮的女孩子 上去啊就搭讪 美女 一个人来这玩啊 这个姑娘 平时人也是个混这种场所的 一看黄昌兵过来这两句话 就知道 这老爷们啊 这是来调戏我的 人家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呀 也不躲他 也不处他 你小子最好识相点 我男朋友 可在一边看着呢 这要照平时 要换做别的人啊 一说男朋友跟着呢 那就得了呗 对吧 赶紧换下一个目标啊 但是 这个女孩子这样一个态度 可让黄昌兵来了兴趣了 这黄昌兵啊 就喜欢挑战点有难度的事情 啊 是吗 男朋友在哪呢 我怎么没看见呀 不如咱俩玩玩吧 哎 这女孩说着有男朋友呢 这黄昌兵可就伸出手去 要抱这个女孩的腰 就在这时候 就在这时候有一个人高马大的大汉 站在了黄昌兵的身子后边 咔嚯嚯 这么一推他 差点把黄昌兵啊 推倒在了地上 黄昌兵气的呀 哎呀 从来没人敢跟老子动手 你谁呀 这么着 俩人可就撕巴起来了 不过这黄昌兵啊 虽然又当过兵 虽然身高也不矮 但是啊 甭管你有什么技巧 你在这种绝对的身体条件之下啊 你还是比不过人家的 这个标形大汉呢 看那样子呀 也像是个练家子 几下子 可就把黄昌兵打倒在地了 周围一圈 听到这边劈了砰砰的 可都过来看热闹来了 黄昌兵这时候 看见周围这么多围观的人 哎呀 老子这回可是折了面子了 黄昌兵这人最重视的 就是自己这张脸 心里边这股子怒火呀 可就装不下了 于是爬了起来 掏出来平时身上就揣着的匕首 趁着那个大汉不注意 狂撑一下 可就刺了过去啊 这个大汉中了刀之后 哎呦 捂着肚子 可就倒下去了 大伙一看 这拿刀捅了人了 于是啊 喊的喊 叫的叫 可就乱成一片了 谁也顾不上谁了 这一乱呢 你往东边跑 他往西边跑 人碰人 人挤人 这么着 谁都顾不上看黄昌兵了 黄昌兵呢 就趁着这股乱乎劲 赶紧冲出人群 可就逃跑了 这个壮汉呢 也被好心人 及时打电话啊 打120 送到了医院进行抢救 虽然伤得重 但是好歹啊 保住了性命 医院那边呢 也立刻报了警 这是严重的刑事案件呢 这是故意伤害啊 警方这一调查 轻而易举就查出来 黄昌兵的信息了 随后呢 就来到了黄昌兵的家 这时候啊 黄昌兵的父亲啊 已经从部队转业到地方了 成了保定的一名干部 当时黄昌兵的父亲一听 哦 这混蛋儿子又犯了事了 警察都找到家里来了 犯什么事了呀 警察呢 前因后果一五一十 蹦蹦蹦这么一说 当时把这老爷子气得高血压 可就发作了 当场就晕了过去 这黄昌兵的父亲 要说下来为人啊 这一辈子那是刚正不阿的 可没想到弄这么个儿子 这个儿子从小到大 让自己是把这脸面都丢尽了 这老爷子心里边恨啊 警察找上门来多丢人呢 最主要的 这个孽子怎么就这么不成气呢 那黄昌兵在哪呢 黄昌兵啊 没在家里边 他呢 正躲在朋友家里呢 黄昌兵的父亲知道这事之后 立刻联系黄昌兵 在老爷子的威吓之下吧 这黄昌兵呢 就去派出所自首了 后来啊 因为故意伤害 被判了三年 咱们之前说过 这黄昌兵在部队里面 各方面表现就挺好 到了监狱里面 那表现自然也不差啊 在狱中呢 算是积极改造 1999年三月份 被提前一年就释放出狱了 黄昌兵父母 没有别的要求 没有别的愿望了 就希望儿子 经过这次事之后 能改邪归正 老两口啊 为他是操碎了心了 把一套房子 过户给了黄昌兵 黄昌兵不是没有正当职业吗 每个月 从退休金里边 抽出来一大部分 就给这黄昌兵 当他的零花钱 这老两口 愿意为儿子 做一切事情 只求这黄昌兵 以后啊 别再违法犯罪了 那这黄昌兵 这一次又经过了监狱的改造 能有所改观吗 当然是不能 一出来啊 那是变本加厉 还不如进去之前呢 又喜欢去歌厅 酒吧 舞厅 卡拉又OK 是吧 反正就这些场所嘛 那叫玩的一个风生水起啊 玩出花来了 就在这个过程之中 认识了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 日后也成为了她的女朋友 叫赵丽娟 这赵丽娟 为什么心甘情愿当她女朋友呢 这黄昌兵 还会干出来哪些变态的事情呢 上期节目咱们提到了 这黄昌兵啊 那家伙出狱之后 歌厅 舞厅 卡拉OK 这家伙可玩出花来了 就在这个过程之中 她认识了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 对于黄昌兵来说 是异常的重要 叫赵丽娟 成为了她黄昌兵的女朋友 这赵丽娟呢 是东北人 要说下来 黄昌兵玩过的那些风月女子 不计其数 长得漂亮的很多 这赵丽娟呢 在这些人里面 长相不算出众的 在这些小姐里面啊 不是那种特别起眼的 但是呢 赵丽娟 为什么能够让人印象深刻 就因为她的性格 打得咧咧的 特别的豪爽 所以呀 甭管是谁 只要跟赵丽娟 打过交道 说过这么几句话 很轻易就能记住她 虽然赵丽娟 没那么漂亮 但是找她的客人 可不少 黄昌兵也是这么喜欢上赵丽娟的 这黄昌兵 咱们在节目一开始就提过 喜欢看点时髦的欧美杂志 甚至看点欧美小说 所以呀 别看这么一个为非作歹的人 他还总感觉自己 特别像欧美文化里面 那些浪子似的 他呢 认为自己跟那些粗俗的客人 不一样 要说起来 确实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黄昌兵 毕竟读的书不算少 所以谈吐上来说呀 确实还把这个赵丽娟 给吸引住了 赵丽娟呢 也喜欢上了黄昌兵 就这么着 俩人没来眼去 你爱我 我爱你 俩人就正式成为了 男女朋友的关系 成为了黄昌兵的女友之后 这赵丽娟呢 那是竭尽所能的照顾黄昌兵 这黄昌兵啊 从小娇生惯养的 在生活上面呢 那是拉得透顶 平时连袜子都不带自己洗的 平时每天呢 都是他的妈妈到他的住处 帮他收拾收拾 洗洗衣服 自从有了赵丽娟 这黄昌兵的生活 那是要多舒服 有多舒服啊 过得那是大爷般的日子呀 俩人呢 在一起三个月的时间 这黄昌兵就胖了十几斤 跟打了激素似的 这黄昌兵的母亲呢 倒也知道 自己儿子找的这女朋友 不是什么正经人家的姑娘 但是看着这姑娘对自己儿子 那是一心一意的 是真好 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反正自己儿子也知道是个什么货色 对吧 有人愿意陪着他 那也挺好 按理说 有了这么一个女朋友 天天对自己照顾的也好 那是全心全意的爱自己 黄昌兵该收收心了吧 该好好过日子了吧 他不这么想 这固定女友是固定女友的事 黄昌兵呢 外边也得追求彩奇飘飘 这赵丽娟不在的时候呢 黄昌兵就会出去找小姐 有时候呢 也会带回家来过夜 除了这个 还经常看一些爱情动作片吧 欧美的呀 日韩的呀 好些个爱情动作片啊 他本身就是很变态的 有那种性虐待的内容 于是这黄昌兵渐渐的 对于性虐待这件事情 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从这以后啊 普通的男女之间的这种 闯子之事吧 就已经不能满足他了 那么他呢 就想着追求更加刺激的 可找谁呢 赵丽娟 对赵丽娟性虐待 脑子里一想 不行啊 这是我女人呢 她对我太好了呀 你让我虐待她 我下不了手啊 那出去找小姐去 这跟人怎么谈价去呢 哎 姑娘 跟我睡一觉吧 但是我有要求啊 我呢 又得掐你 又得打你 又得拿烟头烫你 你看看多少钱呢 那人小姐一听 不得报警啊 得骂她神经病啊 小姐们 你甭管给多少钱 人也不同意啊 这卖身就算了 人就不打算卖命啊 哎呀 也找不着合适的对象 但是心里边啊 又总是痒痒 那怎么办呢 得了吧 咱呢 来硬的 2000年的时候 黄昌冰呢 有一回去歌厅玩去 认识了一个姑娘 叫小红 这小红啊 不是风月女子 不是坐台小姐 就是一个爱玩的小姑娘 经常在歌厅里边啊 唱歌跳舞 并且特别像咱们影视剧里 经常看到的 那种桀骜不驯的姑娘啊 特别有个性 时间一长 跟黄昌冰呢 就混熟了 黄昌冰就打算 把这小红 当做自己的发泄对象 一开始那都得献殷勤呗 是吧 毕竟这不是坐台小姐 不能一上来谈价格啊 黄昌冰越是献殷勤 这小红呢 越是不屑一顾 总懒得打理他 而小红越是这个态度 这黄昌冰啊 就越起劲 黄昌冰就喜欢这种难度大的 他喜欢这种征服一切的感觉 他就觉得 你看 你现在对我爱搭不理的 要是有一天 我能跟你在床上玩虐待游戏 嘿 太有意思了 这一天呢 他就又邀请小红啊 还是那句话 坐坐下 哎 又是坐坐 这小红啊 在这么一段时间的交往之中 也知道这黄昌冰家世不错 父母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他就感觉 这么一个人坏 能坏到哪儿去呀 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正好 也去这领导家里边 见见世面去 回头 再跟小姐们一说 咱也是去过领导家的人 这么着 他就接受邀请了 他哪想得到啊 这一去 可就再难出的来了 这天呢 小红跟着黄昌冰可就进了屋了 一进屋 黄昌冰顺手咔嚓一声 把那门就给反锁上了 黄昌冰人高马大 小红你再有个性 毕竟是一姑娘啊 黄昌冰三下五出二 把小红就给制服了 气着咔嚓 拿绳子就给绑起来了 在制服小红 绑住小红的这个过程之中 黄昌冰是越来越兴奋 因为啊 他就要开始啊 他已经蓄谋已久的 已经期待已久的 已经是朝思暮想的 性虐待游戏了 黄昌冰 先是把小红给抢奸了 这还不算完呢 完事以后 又把小红拿绳子给吊了起来 用布条子 把小红的眼睛就给蒙住了 找出来鞭子 这一顿抽打呀 然后又拿蜡烛 往这小红的身上滴蜡油 又掏出来烟点招之后 烫小红的胸 这小红啊 想喊 他喊不出来呀 嘴里塞满了东西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想哭都哭不出来 这一折磨 就是好几个小时 后来这黄昌冰 也玩尽兴了 也玩累了 就把小红的嘴呀 给松开了 这小红还真是有脾气 直接就跟黄昌冰说 你竟然敢对我这样 我要去派出所 告你强奸 黄昌冰一听可就害怕了 这小红不说还好 他还打算放小红回去 这小红一说 他再一琢磨 这家伙现在法律这么严 他要真的去告我去 那甭提了 最起码又得回监狱 再进修几年呢 黄昌冰坐过监狱 从小到大 在干部家庭长大 过得要多舒服 有多舒服 那两年牢狱生涯 是太难受了 他没法接受 重新回到监狱里去 这时候黄昌冰就下定决心 一不做 二不休 杀人灭口 既然动了杀人灭口的心思了 得了 咱也别直接杀了 还是再玩玩 痛快痛快再说吧 就又接着虐待小红 虐待了差不多两个小时 感觉也到时候了 就找来一根电线 勒在小红的脖子上 使劲这么一勒 直到小红吐出舌头 彻底失去了呼吸 小红啊 就这么惨死在了黄昌冰的手里 毕竟这是第一回杀人呢 黄昌冰原来是恶事作劲 但没杀过人 这回黄昌冰心里害怕 可让他感觉都有点奇怪的是什么呀 尽管害怕 除了害怕之外 还有那么一点兴奋啊 一点快感 杀人的快感 特别是看到小红 临死之前挣扎的那个样子 他就特别的兴奋 太好玩了 太刺激了 太过瘾了 但很快 黄昌冰就冷静下来了 我杀了人了 我这手里 有了一条人命了 只要被抓住 肯定是个死 那会被抓住吗 早晚都会呀 既然早晚都是个死 那就不如死之前 玩票大的 那么 这黄昌冰 接下来 还会有哪些疯狂的行径呢 咱们下期节目 继续讲述 咱们下期节目 咱们下期节目